就从我们前面讲了呼线的原理之后呢 正好我的一个学员在交作业 他自己为了追求肘不离类 肘不离心 出动肉动紧随身 把两个胳膊这样缩着做 进行行义权的锻炼 然后我就给他提建你 这里面我用了这样的一句话 说你如果这样练习的话 这不又回到了代价权原来的意义了吗 那大家都知道代价权是行义权的前身 而且代价权非常的优秀 涌现出非常多的人才来 代价权和行义权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就是关于呼线的应用 那么我们如果看代价权的一些视频 老权师们把身体开发的非常的好 整个身体柔弱无骨 节节贯穿 气以鼓当环形其间 具有非常好的身法 但是呢 这一点在我们现在行义权上 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行义权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既保留了代价权身法上的呼线 又把手臂延长 能够提供远距离的支撑和打击 在维持远距离的前提下 依然具备代价权的这种身法 这应该是行义权的一个好处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学员的话 会发现他的小臂缩得很小 缩得很小的话 这样当我们受力的时候 第一是会完全的受力 让自己是处到一个被动的情况下 第二很容易受伤 这要跟我们之前讲的呼线原理 其实是一样的 当你的小臂的距离这么小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我们没法提供呼线 去化解对方的力量 对方一使劲很容易把这个字放到你的身上 就是我们完全的用力撑开 具备手臂的弧线 具备手臂阳面的弧线 阴面的弧线 内下的弧线 背上的弧线 甚至都不一定能够撑住对方 故意的破坏我的结构 然后可能还会被他缩小到一个小的角度 何况你上来就已经采取这个角度了 所以大家仔细想想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好多人练拳 这个大小臂夹角都是从这个角度 斩到这个角度 再到这个角度 再到这个角度 但是大家要知道 当你一旦出现这种角度 一般来说你就被动了 就是你站好了硬生生的 我还得给你拿到这个角度呢 让你不舒服呢 对吧 然后继续打击 对吧 所以你千万不能自己在练的时候出现这种角度啊 对吧 我那个学员朋友还自己说 我是为了追求 肘不离泪 手不离心 在行一拳的三体式里面 肘一定要离开泪 他才会有这底下的弧线 他有上下紧 当对方下按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上下的这个弧线去支撑 同时我们能往前发力打击 一定要离开 但是同时还要具备 整进 同时大小臂也要伸开 大家仔细看看这些老前辈的拳招 例如孙乐堂等人呢 他们的拳招这个地方都是展的非常的好 这是行一拳的特点 当我们如果放弃了三体式 就相当于放弃了行一拳的特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胳膊 包括胳膊肘离开身体 要展开 包括很多朋友在练太极拳的过程中 一练胳膊肘就小于90度了 又小于90度了 各种动作都小于90度了 那你就很容易 在打手的过程中捧不住对方的劲 我们在应该要做的是 在练拳的过程中 尽量的避免这个角度小于90度 我们是尽量让它一次都不要出现 很多内加拳中的细节 如果你现在不注意 在你三年乃至十年的努力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 谢谢 好